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演練狀況2 土石流警戒保全戶疏散離 江湖氣象局預估北部地區降雨超過450毫米 行政院農委會土石流保持局 整個新北市多個地區發布土石流黃色警戒 本區福山里溪流編號DF105已列入土石流黃色警戒範圍 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已發布土石流黃色警戒 在指揮官下達蘇散指令之後 災害應變中心立刻通知里長 配合警消人員前往性行預防性撤離 請看演練 我們正前方可以看到由於水土保持局 已發布福山里為土石流黃色警戒區域 里長及區公所李幹事為了李民的安全 至烏賴區共計有六條前市稀有的保全戶家中 宣導請保全戶配合至親友加護到臨時避難收容所 待颱風警報解除之後再回家 我們目前可以看到仍然有一些民眾會堅持不願意離開 那里長不斷地勸你只想 去公所已規定開立勸導單 由於土石流已經升級為紅色警戒 里長離開市及警消通人反對保全戶 陳先生進行強制撤離 我們現在才看到梨莎沒有保全戶 陳先生在不斷的爭執 他在擠他強制 後遇陳先生堅持不願意離開 並且與警察爆發激烈衝突 因此最後由警察及三方行使公權力 將土石流報全戶陳先生 代理家中並限制按住於收容所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準備 可以為未來 為未來整個台灣面對天然災害的時候 我們逸城孤島的這個地方 提供一個好的一個運作的模式 那它的內涵應該包括哪些呢 我們當然都了解 我們居民在這裡碰到災害 我們可能力量 中央的力量也好 宣誌政府的力量也好 各界的力量也好 是等到真正災害發生之後 我們才來救援 這是一種思考 今天我們不是因為災害發生了 已經成為孤島了 我們來這裡救援 那個時候就看說來得快不快 然後停留多久 是不是真心要來幫忙 其實我們是 之前就預防 之前就準備把能力量能提供出來 把力量整備出來 一方面是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各級政府的動心跟力量跟資源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們在地的智慧能力把它建構起來 在地的那一種連帶關聯 把它建構起來 這其實就是我們為什麼 今年特別重視 益城孤島地區 我們要做這樣量能建構 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個基本的精神 而裡面最主要的 我們去盤點的這201處 我們有98處 我們有98% 有198處 都已經建有收容的 緊急收容的這樣子的一個量能了 我們看到201處裡面 這個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收容的地點是一回 緊急收容的地點是一回事 收容的過程當中 能不能盡量服務到位 我剛才看到一個一個的流程 甚至於我們現在在這一點 都已經考慮到 如果有家庭 有女性 我們還有做一些隔離 保護大家的隱私 也助動到大家的休閒活動 注意到心理 生理 身體各方面的關懷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這叫做國際標準 其實國際上比較進步的國家 我們平常一直在研究 在了解各個國家災害防救裡面 到底最好的是做到什麼程度 其實聯合國甚至於都有一些指引 告訴大家碰到災害要收容的時候 應該遵守哪一些原則 剛才大家所展現出來的 我覺得我們已經有國際標準 而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如果能夠全台灣各地 我們都能夠這樣做到 那如果現在有些還沒做到 我們把它當成努力的目標 那我們做這樣子的一個規劃 一個盤點 它就會發揮它的作用 所以收容 然後另外通訊 一個孤島很可能是交通上的孤島 最怕的是又加上通訊的孤島 所以如果碰到這種情形的時候 甚至於外界的力量救援 甚至於關注有時候會產生斷點 我剛才看到不管是微星電話 或者是無線電做這樣的一個測試 其實都是非常重要的整備 但是這不是等到有災害的時候 我們再來準備 而是平常就已經有準備 而且更重要的是喔 不是只有有準備喔 機器在那裡喔 其實平常就是時常要用 平常就是時常在互動 時常在讓真正發生的時候 那通訊的能力 本來就不是只表現在那個機械上 也表現在我們的基本工作 我們的熟悉圖上 另外就是我們儲備該有的糧食 該有的食物 這些的儲備 基本上儲備到十幾天 其實都是很基本的 我們在都會的地方 也有都會的防災公園的那種觀念 儲備一些基本的設施 我們在孤島尤其要重視這一點 重視這一點 那當然另外 我們碰到緊急狀況的時候 能夠有很快的緊急因應 尤其是有一些老人家 或是有疾病 怎麼樣能夠快速的因應 潛在那個量能能夠整備 當然還有一點很重要的 碰到既然孤島就是交通容易 因此斷絕 有一些基本的配備 設備小三貓 或者一些排除性的一些器材 本身就建置 那甚至於包括連開口 開口合約都已經做好了 這樣子都能夠盡速的去排除 那我當然很希望今天所看到的 在我們這個福山里這個地方所看到的 這樣子的一個點 我們所表現出來的 包括剛才區黨做的整個報告 那很完整的提到這整個烏來地區 長期以來 好山好水 三明水就 那但是 只要天然大海來的時候 那我們就是要非常非常的謙卑 非常非常的用心 而平常我們大家都是用這樣的心境 來做好準備 裡面有提供一些 我們公家機關的一些基本通訊 以及還有生活規約 以及避難收容所的生活作息席座 部長請簽名 接下來我們這一站是物資發放區 主要我們的物資發放是發放給災民使用 那其中我們有分食品類 日常用品以及運物 那其中這部分的物資部分 我們可以提供14天的庫存量 因應我們的孤島效應 部長領取的是一般性的基礎性的男性物資 裡面還有刮骨刀 以及一般的礦泉水跟帳篷 部長請跟我來 接下來這一區 安心關懷區 由我們福山設計發展協會 針對災民的一些心靈創痛 做一個心理的貴界福島 好謝謝請部長 接下來我們下一站是我們的休息活動區 休息活動區的部分 休息活動區的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提供災民的一些生活的一些雜誌 以及報紙 另外牆上還有一個樓尬的字樣 是泰雅族加油的意思 樓尬 資訊服務台就是提供一般災民的一些社會福利的資訊 還有一些我們可以提供資訊的一些窗口 可以透過資訊服務台 會提供民眾了解 按住的時候 我們做個通訊測試 好 部內區公所 部內區公所 葉部長護教 現在進行福山裡無線電訊測試 請問訊號是否清晰 收到感謝區公所同仁配合測試 你們執行辛苦了 本車為中華電信的行動衛星基地台車 本車配有四輪傳動功能 可以抵達一些路況不佳 及通訊中斷的地區 那到達地區以後 我們可以使用車頂上的衛星碟 進行衛星訊號傳送 提供給基地台使用 然後讓基地台 可以提供行動電話網路給災民使用 那本基地台可以同時提供 100位民眾的語音通話服務 及30位民眾的上網服務 以上報告 我這邊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就是說 我希望是說 為了就是過去那巴巴水災的關係 我覺得這裡最需要的是最先進的那個通訊 通訊 對我們這邊就差了一個通訊的部分 如果你沒有那個通訊 那我們就兩邊就是對外 是完全中斷的 對我那時候 唉唷 講到這部分我就可以很難過 有經歷過 對因為我是還真的滿辛苦的 那時候是整個路段都中斷 都斷掉 對那我是 我是怎樣 因為我有部分的里民都到社福館去了 嗯 對就是徹底到社福館 那這邊也有一部分在避難所 也有一部分 我是白天過去用走的走 走到屋來 去照顧那些在社福館的那些里民 然後在晚上再上來 來照顧這裡的 對啊 所以你沒有通訊 你就真的完全在對外的聯絡都沒有 對就沒有辦法聯繫 對外面的狀況怎麼樣 我們都完全不知道 我們那個那個署長 我們現在那個深耕喔 深耕計畫進入第三期 是 第三期就是會更深入 原來是鄉鎮區 然後現在會更深入進入社區 所以所以未來有一些這種機制 都可以去講話 對我還蠻蠻擔心的 如果說這哪一天 當然我不希望再有 再有這一個事情發生 對你印象深刻 對印象非常深刻 真的 那個路根本不是人走的 真的 對 爸爸那時候比較 真的真的 現在大概 該改善的道路 這段期間當然也都努力改善 我這一次最主要就是把類似 類似像浮山嶺這樣子 可能成為孤島的地方 對 整個完整 整個完整 謝謝孤島 謝謝 然後這樣子弄出來 再看有哪些地方 要加強 謝謝 所以你有這個 有一些實際上好的想法 嗯 不要客氣讓我們吃飯 對啊就是 主要是 真的是 所以是通訊的 通訊的部分 通訊 第一時間一定要 因為 你一旦 就颱風過境了 你所要面臨的就是 沒電沒水 對 就這樣子 對 你要負責任的 趕快去反應的時候 是 那你要不要幫忙囉 好 這個 謝謝你 謝謝部長 這麼努力 這麼辛苦 Soup 水果 咦 吹水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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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櫻理長 好 謝謝